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叻叻叻叻叻叻 今天听到阿明的歌声 大家会不会觉得 心神心情特别地愉悦 因为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阿明今天就来到了 好山好水的花蓮 听听看 有没有听到一群 小朋友可爱的声音呢 没错 今天阿明就来到了 花蓮慈悸小学 今天我就要化身为 阿明哥哥 因为这群小朋友 都是我取經的對象 因為地球媽媽生病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減能減碳 不要帶環保餐具 不要吃肉的 要吃樹的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吃樹 因為那些動物都很可愛 如果牠們被殺掉了 你一定會很擔心牠們怎麼了 我愛地球是因為 我去持地環保站 財寶特皮 我會用一塊水水 不會把水打得很開 減能減碳的方法是 水手關燈和少用碳足機 我們要拯救大地 不讓大地受傷 我吃樹很久 是因為愛地球 所以才吃樹很久 咱們花蓮慈激小學的小朋友 真是太可愛了 不僅講到頭頭是道 還把環保理念落實在生活中 因為在校長老師的帶領之下 全校青絲生共同來推動環保 而且還得到了 經濟部能源標竿的金獎 到底如何得到這樣的榮譽呢 我們今天一起來了解 每次來到花蓮慈祥的校園 就會感覺心曠神怡 因為雄壯的中央山脈 還有慈激特殊的建築 洗漬的外牆 感覺到樸實無華 又讓我們的心很安定 特別是阿民腳踩的地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不是水泥地 是用連鎖磚鋪成的 套一句阿民常說的順口溜 地球會呼吸 人類就笑嘻嘻 阿民主任 你好 蕭主任好 跟大家報告 這是我們花蓮慈祥的 總務主任 蕭香化主任 總務總是解決艱難的任務 所以環保的事情問你最了解 總務總務也是要微笑為大家服務 謝謝主任 今天微笑為我服務 說到環保你應該很清楚 剛才我說的連鎖磚 也沒有什麼地方要補充的 你剛才說的其實很正確 我們就是雨水下來之後 透過連鎖磚 補到大自然的地下水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 雨水我們除了補到地下水之外 學校還把雨水收到 學校的地下儲水池 讓小孩子跟老師 能夠沖馬桶的水使用 所以你們好好沖馬桶的水 不是自來水 不用花錢的 是天公費送我們的禮物 對 你有算過的這樣差不多 佔了總用水量的多少比例嗎 我們這樣來算的話 就是我們假設一個老師跟學生 每天沖馬桶一次 那一次兩公升 大概可以讓我們 兩千個老師跟學生 用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喔 不少耶 對 所以水資源你們珍惜到了 而且鋪了連鎖磚 讓大地能夠呼吸 一減二個 我又看到我們的建築物 除了洗濕濕的外牆之外 應該也有綠能的概念在裡面喔 有 我們的教室 你看有兩個走廊很通風 前後都有走廊 對 然後你看旁邊還有種樹 讓空氣自然的流通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狀況下 採光跟通風都很良好 不過阿明蘇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就是這幾年 其實夏天的溫度一直在上升 所以我們要讓老師跟孩子 他的學習的空間跟環境 畢竟是要比較能夠舒適 發揮學習跟教學的效率 所以我們真的很不得已 我們裝了冷氣 不過跟阿明蘇彥報告 你看我們太陽能光電板 是不是裝在屋頂 對 那屋頂一遮陽之後 這個太陽能光電板光遮陽 又幫我們冷氣的電費 節省5% 喔 日頭還沒有直接照在屋頂 對 隔絕了 然後它又產生太陽能 一減二股 另外一個就是老師跟孩子的使用 它都是照著30度以上的溫度 我們在開冷氣使用 然後集中在10點到下午2點這種 夏天最熱的時候來用 不得不才開 而且開的溫度有設定 不是穿長的 吹冷氣 不會 珍惜悟命又環保減碳 對 好 謝謝主任今天的說明 我的下一站要去拜訪 王佩如主任 要去找他 佩如主任喔 我剛過來看到 他好像在那邊集合學生 喔 在那邊喔 好 謝謝主任 好 後備有期 好 感恩 佩如老師 嗨 阿平 好 等多少 小主任說你們今天要出門喔 對啊 好 要去哪裡 要去東華大學 我要對你們教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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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好 跟小朋友一起去 小朋友好 好 小心喔 好 老師 妳剛才說要帶我們去東華大學 學花教學 為什麼想要去東華大學 因為我們慈小 就是在去年 申請了教育的一個計畫 那那個計畫的話 就是寫能源的計畫 獲得了教育部的補助 喔 那所以我們目前三到六年級 都有一個能源教育的特色課程 是 對 所以今天是帶五年級的孩子 喔 五年級 這都是五年級的孩子喔 對 這都是五年級的 他們去認識太陽能 喔 對 五年級今天我們有幾個班 要一起去了解 我們目前 今天一起出門的有四個班 總共七十四個孩子 七十四個孩子 然後再加七位老師 喔 對 那就快八十位了 對 快八十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太陽能公車 跟你一般大的公車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 不一樣 有人發現什麼不一樣嗎 來 請說 就是它有捷運的聲音 有捷運的聲音 花蓮慈小的學生好幸福啊 聽佩如老師說 因為學校向教育部 提出了一個能源教育的計畫 獲得了補助 所以有機會帶著小朋友 到東華大學 學習能源教育的特色課程 而且聽說 我們現在坐的這台巴士 也有特殊的設計喔 嘿 東華大學到囉 趕緊下車吧 我們要過來 好 謝謝 好 朋友老師 歡迎你們 是 是 白教授 對 是我們白教授 可以慢慢走過來這裡 與今天能源教育課的 指導教授白義豪教授 打過招呼後 聽說接下來 就要揭曉巴士的身分之謎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 隨著380的高壓電 所以我們現在平常在充電 我們除了 對 有打開之外 對 那我們最後兩個外蓋 我們看到這兩個蓋子 大家看 那這個裡面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有一個鐵 這個鐵也是高壓 高壓固定的 那是那個太陽能板在那邊 然後充電機器在這裡 那他是怎麼 把那個太陽能板充的電流到這裡 他是走地下的線 太陽能板吸收到太陽能之後 然後走地下進到這個充電 電樁 那不足的部分 在由台電的試電去做補強 了解 我們是這樣子 這個兩個槍 我們會平拿出來 平拿 對 平拿之後 然後雙槍對上這個孔 然後平平地踏進去 然後你們剛才有聽到開聲對不對 對 人家說 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 教授 我今天很高興來到你們的 綠能實踐基地 是 我們這個基地主要是主持了 教育部節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那這個計畫主要的一個宗旨在訓練我們東台灣 有更多的這些新興學子 能夠學習所謂的在地的這些捷徑能源 所以我們就是跟在地的客運業者一起合作 在我們旁邊東華大學的門口 蓋了一座所謂的這個泛太平洋301綠能巴士實踐基地 那我們主要發展的能源是來自於太陽能 在我們的基地建置總共將近有8K瓦的一個容量 那有一部分是提供我們綠能巴士的一個電力的一個來源 那一部分是我們自給自足 那剩下的一部分是我們以短售的方式賣電賣給台電 所以小朋友還沒有讀大學 他就可以先接觸到 超越小學的一些知識跟常識 因為我們如果說從小朋友就開始來了解 這些再生能源的發電的原理 還有它的應用的話 那對於我們未來國家在重點 在發展綠色能源的話 就可以奠定一個蠻好的一個基礎 那等一下孩子們看完了這些綠人的產生之後 下一站你要帶我們去哪裡 帶你們到我們理工二館光電工程學系 還有能源中心 來體驗一下我們所開發出來的一些綠能 的一些教具 很奇妙耶 什麼建築都有 都是綠人的 我們請白教授會我們解說一下 這些有什麼不一樣的能源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捷徑能源城市的一個小小的一個縮影 首先我們在這個綠圖上面 看到的是什麼 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就是太陽能板 我們希望說我們家裡面 有部分的電力是來自於太陽能 那甚至我們在搭的車子 好像前面這一排 太陽能小車 太陽能板的部分 大概就是只能提供我們一部分的一個能源而已 因為反正是沒有太陽能的 所以我們又發展了 所謂的這一種是屬於 氫能源的一個小車 一般叫氫燃料電池車 那氫燃料電池車的重要的能源 是來自於氫這個元素 那氫可以怎麼來 是用水去做分解 因為水是由氫跟氧所組合而成 果然是專家 白教授利用各種模型 教具一邊講解一邊實作 把原本艱深難懂的知識 都轉換成有趣好玩的遊戲 讓孩子們從玩中輕鬆學習 港口 然後是一個屬於靠海的一個城市 那未來我們花蓮 是即將發展成智慧港 有一個概念就是會希望說 我們港口裡面用的能源 是來自於捷徑能源的 所以我們在智慧港裡面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的船體的屋頂上面 是來自於太陽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未來的城市就具備有 這樣子幾種的一個 基本的能源設施 現在各位小朋友們了解 了解 因為很少學校 他可以把師生就帶到 我們大學部裡面 去進行這樣子的一個 互動的一個過程 那特別是我們在這個實踐基地 又融合的有大學部的這一些科展 或是一些專題的一個 實驗的一個結果 還有展品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 從這個時間點 就可以才學習到說 他未來在大學生活 可能做的作品 會是朝向一個節能環保 還有一個屬於這個省電 在這個方面的一個知識 那他就是從小就紮根 在他們的心裡面 所以對於他未來 在解禁能源的發展 有相當的一個幫助 只用電視三塊錢而已 我就說如果一度電的話 比如說冷氣吹15分鐘就要花掉 大概是一度電費 就三塊錢就不見了 如果拿去看電視的話 可以看七個小時 對 如果說你把一度電 拿去吹冷氣吹15分鐘 如果拿去玩電的話 大約是三個小時 好 這個概念真的是讓我們 大約很概念 來 耗電的某個小時 可以吹冷氣 對 就是最耗電的是冷氣 謝謝 對 當然要是在65分鐘 我們兩個是一間五個小時 可以吹冷氣 在每一次去跟慈晓小學的 這些小朋友互動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是非常節約用電 每次在離開教室的時候 就很立即就把電燈會關掉 特別是在省水這一塊 我也觀察到 他們在使用這些水龍頭的時候 都是用了非常少的水量 就進行這個沖洗 所以在這個簡樸生活這一塊 我覺得做得是相當地好 你們要做什麼 我先進去 校長姐姐 刷得好乾淨 同學們好 每個角落都刷到 我是阿民哥哥 好棒 你們好 謝謝你們 整理環境好棒 就這樣 我們要把它刷得很乾淨 對不對 對 校長姐姐 阿民 好高興 小朋友好 謝謝你們 我們小朋友都很乖 而且很有氣質 我覺得校長 下午我跟佩儒主任 走路一趟東華大學 才發現 學校會得獎 絕對有原因 除了在校園裡面落實環保 還讓孩子校外教學 了解環保綠能的重要 不怪你們會到 經濟部能源標榜的金獎 真的給你們打鼓打鼓打鼓 感恩 這次是全校老師的努力 有什麼天氣外面來約了 全球道好不好 冰公答對了 全球暖化 這是一堂充滿創意 與想像力的能源課程 儲存雨水的地方 然後儲存到一定的量 它就開始 就是衝下來發電 學生們不僅當起建築師 在紙上畫下綠建築房屋 還得學會跟弟弟妹妹 分享能源知識 鏡子就可以反射 這個太陽光 到這個太陽能板上面 它就可以增加它發電能量 現在全球暖化熱越嚴重 希望能夠借我們的力量 讓他們學習如何 節能減碳救地球 好 老師花心思設計能源課程 也教大家在吃的方面 如何節能減碳 如果我們吃一個肉 可能是吃牛肉 那一樣跟蔬菜一樣的重量 牛肉其實它會產生 6公斤的排碳量 二氧化碳 它會對我們的地球 有很嚴重的影響 花蓮慈大附中小學部 以在地循環經濟理念 分享節能經驗 獲得經濟部能源教育標竿選拔 東區與離島的金獎 那一系列的課程 不只是給孩子知識 培養孩子的能力 那最重要的是培養孩子 有這樣愛地球 節能減碳的生活習慣 節能減碳從生活做起 培養好的習慣 採用美麗的地球 達愛新聞 曾善美之公 葉朝沁 陳坑木 花蓮報導 環境教育 環保教育 就是我們教會孩子 愛別人 愛大地 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的教育的法則 自愛愛人 對 在落實環保的部分 聽說有口訣 有 我們五個口訣叫 禁護環席落 那第一個禁就是 禁止學生帶外食 因為那個外食 一定有一個外食的容器 對 那我們禁止帶外食 你看就少了好多垃圾 也養成孩子不亂吃零食的好習慣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到現在 從2000年到現在2020年了 20年來我們很堅持 不讓孩子帶外食進到這個學校 禁止外食進入校園 對 那第二個字就是護 護 那護是護什麼 當然就是要護身 好 那阿咪你知道我們需要都是術食 我們來呵護大地上這些有生命的 所有的動物 他們也是眾生 所以這個護呢 也是我們很堅持 也是從創校到現在 我相信已經是保護了很多的動物 尊重生命 對 因為少年都不斷跟我們講 一秒鐘有2443條的動物被我們吃下肚 所以愛護動物 那第三個字就是環 環什麼呢 就是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我們是強調用動手做 我們的校慶都很不一樣 就是校慶的前一天 是全校學生都出去 出去做什麼 做社區打掃 敦慶林 是 就是用他們手跟腳去愛護這個地球 那第四個是喜 就是喜霧愛物 那這個喜霧愛物 我們覺得我們做的最好是在這個衣服 衣服 因為學生長得快 所以他的制服一下子就不能穿了 不是丟在自己的家裡的衣櫃裡面 是我講的制服 就這個做的最好 制服 他們制服怎麼樣做喜霧愛物 就是做二手制服 所以孩子們會把這個 他們的制服長大了 或是畢業了 不能穿的 比如說他已經到了國中部 他就把小學的制服 他就捐出來 我們延長護運 從衣服開始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這個呢 這也是我們很重要 那最重要是第五個口訣 就是洛 我們看一下洛是什麼 就是我們很嚴格的執行垃圾分類 那不但垃圾不落地 每一班他們就要做好垃圾分類 才可以送到學校的這個垃圾集中廠 環保志工再檢查第二次 所以如果有個紙片 你把它挑出來 你這個沒有分清楚 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 花蓮慈濟小學 落實垃圾分類到底有多徹底 不說你不知道 校長跟阿民說 因為靜帶外食 所以就杜絕了許多垃圾 進入校園的機會 那校園內還會有垃圾嗎 還是有 但真的不多 垃圾就是學校上課使用的 教具 紙張 還有學校提供的點心 因為衛生考量 廠商原本就包裝好的塑膠袋 這些垃圾 小朋友在丟掉以前 就會先在教室內分類好 不能回收的 才會拿到垃圾車丟棄 但是丟進垃圾車之前 還會有環保小志工 守在門前把關 落實環保 真的做到點滴不漏的境界 至於制服的回收 則是由家長會協助運作 家長志工會一一檢視 畢業生留下來的二手制服 如果有髒污 他們會幫忙手洗乾淨後 整趟上架 讓每件可以再利用的物品 善盡其用 一點都不浪費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 來教我們孩子 用實際的行動 呵護我們的地球 所以從點線面 青絲深代代相傳 那今天校長我來到校園 不能空手而回 應該要來認識幾位環保小達人 我回去可以跟大家來介紹 慈濟小學的孩子 一豆子 好 沒問題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們四年級 有位環保小達人 環保達人 對 你看喔 他們現在這個保麗龍 是他自己在資源回收裡面 他撿到的 然後把它變成 你看同學又可以玩 這就是我們的郭德碩 校長姐姐好 夏明哥哥好 你好 你好 來來來來 你們都是德碩的好朋友 對不對 對 眼前這位小朋友 是花蓮慈濟小學四年級的學生 郭德碩 家庭簡卜 媳福愛物 吃素 也會勸素 邀請好同學 好朋友 古萱一起如素 平常假日也會邀請大家 一起到環保站做環保 真的是一位用行動保衛地球的 環保小煎兵 你把回收的東西來當作玩具 這怎麼來的 我們冰箱壞掉了 換冰箱 你家的冰箱 新的冰箱包裝的保麗龍 對 那你把它拿來當作射飛鏢喔 對 這個 那我看你們的射飛鏢的鏢 也不太一樣耶 好啊 這是你做的 大吸管 這個是大吸管 這個外面的是大吸管 然後裡面塞這個 快要硬掉的黏土 加上再把這個竹 用過的竹籤插進去 方式都有洗過 所以沒有花到半毛錢耶 這個 很美 那德碩 你這麼用心推廣環保 有沒有讓這些同學也跟你一樣 變成小達人啊 有啊 那你們都有跟 德碩去做環保嗎 有 那你真的很用心推耶 那除了帶他們去做環保 你會跟他們說明尊重生命 要如數的理念嗎 有哪些人被他影響啊 這個人 這個人 他是古萱 一開始他是吃肉麻 然後在三四年級的時候 他就跟我一起吃素 哇 你看他體重就 他就真的減重成功 繼續喔 五公斤 所以你以前比現在更可愛了喔 比較胖嘟嘟的意思嗎 減了五公斤 對 從三年級到現在就是 就是連回家在家裡也是吃素 今天的環保之旅 阿明獲益肥浅 也看到了我們的希望在下一代 下一代的希望在教育 環保教育真的要從小扎根 再次向花蓮慈濟小學的小朋友 感恩 學習 我們一起用鼓掌的雙手 做環保 讓青山綠水永長寶 給花蓮慈濟小學的孩子們 老師校長按個讚 有眼睛 不敢太吃睛 我們在婚修環保